好,我们来看概念八 概念八叫做正数减掉负数 好,我们来看一下 正数减掉负数怎么做呢 五减负二 第一个叫五减负二 这个五减负二呢 我们可以这样想 我有五块 我要减 减就是我们刚刚说 减叫做花掉 好,什么叫做花掉负二呢 花掉负二 花掉负二是什么意思 好,那什么叫花掉负二呢 我们来想想看 假设你今天拿到一张发票 你买了很多东西 突然有一个东西 这边出现一个负二 花掉两块我们知道 就是把钱从你的口袋里面拿出去 对不对 那这个花掉负二呢 怎么会突然出现一个负二 突然出现一个负二的意思就是 这个比如说他打错了 他本来这个不是我要买的 他就打错了 打错了他用一个负的把它消掉 这等于是退你两块的意思 花掉负二就是退还给你两块 退还两块给你 退还两块给你 那你有五块 那老板又退两块给你 所以他答案就等于是五加二 那就是七 五加二就是七 那这是第一种想法 第一种想法 那你还可以怎么想呢 我们可以还是一样 用我们那个这个 加奖跟警告的来说明 五就是正五呢 就是五支加奖 我有加奖五支 然后呢 我现在要扣掉 扣掉 减就是扣掉 这个减呢 就是扣掉 扣掉负二 负二是什么呢 扣掉警告两支 我们之前有说过 我们学校呢 不太可能直接把你扣掉 警告 要扣掉你的 我们说之前说扣掉你的加奖 我们就用寄你警告 来补给你 那扣掉警告 扣掉警告是什么意思呢 我不要寄你警告 不要寄你警告 那怎么办呢 我就等于是寄你加奖 就可以把这个警告 把它扣掉 等于是呢 我如果要扣掉警告的话 我就是等于是 寄加奖两支 我寄加奖两支 也就是说呢 你原来是加奖五支 然后呢 我要扣掉警告两支 扣掉警告两支是 又寄你加奖两支 所以呢 等于是五减负二 它就是 加奖五支扣掉警告两支 这叫做五减负二 它等于多少呢 它等于加奖五支 又寄加奖两支 五加二 好 再来我们来看右边 右边 二减负五 二减负五是什么意思呢 我有两块 我要花掉 花掉负五 我们刚刚说了 什么叫做花掉负五呢 花掉负五的意思就是 老板退还给你五块 退还五块 你有两块 老板要退还五块给你 所以变成有两块 退还五块 所以等于七块 是这样看 那你也可以怎么用 怎么想呢 你可以用加奖跟警告 我有呢 加奖两支 那接下来呢 学校呢 要扣掉 或是要消掉 消掉什么呢 负五 负五是警告五支 我要消掉警告五支 消掉警告五支 是什么意思呢 消掉警告五支 我就 我怎么消 已经寄进去了 怎么消呢 我就寄 加奖五支 把警告五支 消掉 我寄 加奖五支 把警告五支 消掉 等于是呢 我现在有 本来是加奖两支 又 寄了 加奖五支 所以呢 我们以数学的式子来讲 这个叫做 加奖两支 扣掉警告五支 这个叫做 二减负五 那它呢 相当于是什么呢 它相当于就是 加奖两支 扣掉警告五支 等于是 再寄你加奖五支 所以二减负五呢 就等于二加五 那答案 当然就等于七咯 那这边呢 我们来 右边这里呢 来整理一下 减掉负二 减掉负二呢 就是花掉负二 花掉负二 花掉负二呢 就等于是 退还你两块 退你两块 退还二 退还二 那就是加二咯 那就是加二咯 那或者是说 你用这个 这个警告跟加奖的 这叫做 消掉 或是扣掉 消掉 两支警告 那怎么样 消掉两支警告呢 消掉两支警告 就用 多寄你加奖两支 就用加奖两支呢 来消掉两支警告 所以我们就知道 减掉负二 就是 加二 的意思 那什么叫 减掉负五呢 减掉负五的意思 叫做 花掉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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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于是老板 退五元给你 退还五块给你 退还五块 那就等于是 加五的意思 那你也可以这样想 这叫做 消掉 或是扣掉 拿掉 消掉 五支警告 消掉五支警告 它的效果就是 等于是 寄你五支加奖 那寄五支加奖 就等于是 加五的意思 所以这个地方呢 跟大家做个整理 减掉一个负数 等于加上 这个负数的相反数 我们最后呢 来看一下 减掉负二 减掉一个数 等于 把减改成加 加上负二的相反数 减掉一个负数 等于 加上负五的相反数 那这边也有同学说 负负得正 但是呢 我们可以这么讲 就是说 减掉负的 减掉负的 等于加 减掉负 等于加 这样子呢 比较不容易 跟后面的乘储搞混 减掉负 减掉负